近年盧北開發案的 盧州民族路408項 長期以來停車問題和門牌亂象 困擾當地居民 另外 該在路中央的水河活動中心 也局需搬遷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苦民所苦 希望未來在青海公旁的G7用地 能新建一座包含停車場 及活動中心的多功能大樓 青海中旁邊有一個G7 機關7用地 有7800平方公車 也就是有2千300平 所以未來要求政府要將這堆做公衣組合 可以開除我們人愛國小隊員 多功能停車場活動中心 讓我們這個水河活動中心 不可以放在路中 這條路一定要突然 這裡有300空一隻的車 用到500幾隻的機車 都要輪過來這條路突然 再來今天要特別邀請我們 佛政事務所來 他要下去整個 我不能看過一個行李翁月 一個行李翁月有辦法這麼大條的路 再來它變得很亂的 有一個這麼大條路的議員 這麼關心的這個品牌的地方 可以把我們整個這麼好使用 包括這個活動中心 在現在這樣請了整個大隊 現在請了議員 要去青海中這個G7 來跟我們做一個多功能的 在這裡很感謝議員 對於李翁月兒的建議 曾將舉樂觀其成 但還必須等都市計畫通過後 然後進行區段徵收 才能執行後續的開發與建設 最重要的就是都市計畫 能夠趕快通過 它進行這個區段徵收的開發 那這些空間就可以釋出了 那這些相關的設施也可以移過去 那整條路清空之後 這個地方就會暢通了 停擺多年的 蘆洲南北側農地開發案 在明代奔走下又重啟爐灶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相當重視 把他列入翻轉新北的重要指標 希望這次能開發結果 有效帶動地方發展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